莉莉探视卷 耶 嗨 大家好 我是莉莉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现在我们要去泰国大型的连锁超市 阿扣 在这里呢 外国人是要扫描passport的 刚刚呢 我和我先生去了莲花超市 买了一些东西 今天呢 就是买买买 所以呢 我现在又来到了这个 Maco这个超市 这个超市呢 有一点像中国的山姆超市 它都是以批发形式的 大家跟着我一起进去看一下吧 Maco是泰国唯一一家仓储师经营的超市 超市内的商品呢 都是整主出售的 价格呢 相对零售 也确实是优惠的不少 这间超市呢 也是泰国连锁比较大的一间超市 这里的包装都是这样多的 它的打印纸也是这样的 我先生最喜欢的一次性的东西 这里大型的电器也是有的 冰箱洗衣机风扇 电视 这里的价钱呢 和我去的那个莲花超市 这些东西的价钱要便宜一些的 锅碗调盆 家电用品 什么都有 超级大的锅 这个是东南亚特有的 橡皮筋 大包必备 都是这种大包装 多少钱 还17块钱 便宜吗 什么饭 你都不煮饭的 装你的酒 拿一个 拿两个 马扣呢 更像一个大型的生活购物乐园 来这里购物呢 真的是眼花缭乱 非常非常的开心 而且这里的物品呢 应有尽有 这里真的是爱购物人的 一个大型的游乐园 中文字幕提供 什么爱购物呢 还有一点 三点 谭 你们有什么爱购物 是 成功 别 不 哇 食材都非常的新鲜 新鲜的胡椒 65株 椰子 奶香果 黄色的火龙果 这里的瓜果蔬菜呢 还有肉类和海鲜呢 都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的 在这里呢 你不单可以买到食材 也可以买到化妆品 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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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小姐 我想问一下 如果从泰国回马来西亚 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带的呢 就是生肉 蔬菜那些是最好不要 不要带 那个有叶子 那个大麻 那个东西也不可以 那个是要小心的 对 要特别小心 如果是马来西亚的话 你带回去的话 你会被关净剪了 生活用品还有什么 限制吗 像泰国的米是非常出名的吗 对 泰国的香米是很出名 但是你从泰国拿出去马来西亚的话 它是有限制 不可以拿多少 不能够超过五个kilo 一个人 对 我看你买了这么多东西 你是驾车过来的吗 对 驾车 现在从马来西亚驾车来 是很方便的 是 是 是 因为我们是靠近这里 我们住靠近这里 这位呢就是阿玲的妹妹 是亲妹妹吗 阿清 我名阿清 你叫阿清 我听我先生说跟你聊天讲 你要从哈比亚这边飞去曼谷 对吗 很多人现在选择从马来西亚 然后来到哈比亚 然后再飞曼谷 这样子算机票比较便宜一点 你都买了什么东西啊 这是没有 大多数都是他的 恭喜认识你们两位 这一坨肉是7,685 来这里购物的人呢 物品都是非常大量的选购的 在这里看到了中国的青岛 这里是非常大量的 我看你就是说 因为我可以到这里 我看你了 这个人教育的 这些人教育的 因为我会有这个人教育的 刘洋 我看你会有什么事 对 我看你这边 我看你 我看你 你也不像 我看你 我看你 你会有什么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